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哦 它要我们比较呢 两组数值的大小关系 我们看第一个 你要比较大小的话呢 其实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底数都变成一样 那一样的话有两种东西 都是大于1的 或者都是小于1的 那第一个小底我们就维持它了哦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底数啊 它是0.3 它是小于1的 所以我们知道乘反比咯 好,乘反比咯 你的帧数虽然比较大 但是你却是最小 反而帧数小的是最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LOG0.33它是最大的哦 它比LOG0.39还要来的大 而它呢还比LOG0.3的27来的大 好,这是第一个小题 再来第二个小题 哇,底数都不一样 那你就要让它变成一样 大家都跟2有关 所以LOG根号2根号5 其实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LOG的25 为什么呢? 因为根号5是5的2分之1 根号2是2的2分之1 大家都把2分之1提出去消掉 好 再来第二个 LOG的2分之1,3分之1 它其实是什么 一样 3分之1是3的负1 2分之1是2的负1 大家都把负1提出去 所以它是LOG2.3 再来LOG49 9是3的平方 4是2的平方 大家提出去是LOG23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来,左边LOG 根号2,根号5 这最大 大于LOG 2分之1,3分之1 但是会等于呢 LOG呢 49 好不好 这个是第二题